北市公布了酒駕累犯資料 目前累計兩年來 已經有一千零五十一人次 其中還有人是四次累犯 分析數據顯示 北市的五大酒駕累犯地點 大多鄰近連外橋樑 很多都是隔夜罪 在一早開車上班的時候 被警方攔查 連接臺北市市中心與新北市三重的主要道路之一 鄭州路 串連起中校橋與市民大道 是很多人通勤必經之路 兩年來被警方攔查到三十八起酒駕累犯 其中又以早上的時段最多 北市交通裁決所公布 部轄區內五大酒駕累犯地點 最多的是民權西路共攔查到五十四次酒駕累犯 其次依序為鄭州路 重慶 北路四段 環河南路三段 還有滑江橋機車道也上榜 有二十多起 行政區落在大同區 宇萬華區最多 北市府分析 這些路段多為臨近連外橋樑 呼籲用路人酒後不要騎車或開車返家 或是隔天上班二十四小時前都不要飲酒 酒駕防治協會則關注到公布的累犯中 有第四次酒駕的累犯者 儘管目前法律規範酒駕二次以上 需接受酒飲評估治療 不過協會認為 應該有更多的醫療資源 介入協助 儘管酒駕累犯重罰且還有刑責 還是有人以身釋法 協會認為 英朝攔檢加密 落實司法處罰 酒飲介制和校園教育四大面向著手 另外酒駕型態各地不同 有些區域缺乏公共運輸網絡 地方政府也要因地質疑來因應 記者收看林間台報導